水和空气是生物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人类在地球上繁衍生息数万年 和大自然经历了无数次的磨合与抗争 终于换来今天和谐美好的相处 然而地球的每一寸肌肤都多多少少存在着污染 污染之下水体生物能否生存 环保之中技术成果能否实现 今天我们通过金鱼的生存实验 水体的净化实验 来探究生命和环保的意义 这是十年前一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实验室 光线不亮 装置简单 几台仪器占满了本来就不大的空间 实验台上摆放着大小不一 贴着标签的瓶瓶罐罐 杯中装着有色污水 一个人在实验台前忙碌着 坚实的背影中仿佛透露着一种责任感 他出身于重工业城市 几十年来亲眼目睹了工业企业废水排放 和城镇市政污水造成的城市污染问题 不少企业出于建立污水处理设施的投资和运营成本过高的考虑 偷牌漏牌的事件与见不鲜 由此而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也时时刻刻成了他心头的结 污染问题刻不容缓 身为科研工作者的他 回到实验室决定潜心研究 希望找到一种低成本高效率 解决水污染的办法 他就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李来峰研究员 一个多年来从事低温材料及超导应用研究的科研工作者 超导治理水污染 这两个看起来似乎完全不相干的领域 怎么就联系到一起了呢 又是如何绕开传统污水处理理念的 进入实验室 阴入眼帘的就是这台正在工作的超导净水设备 十年后实验室已经扩张到数百平米的面积 专门进行超导磁分离污水处理技术的研究 实验室中先进设备琳琅满目 科研工作者们忙碌于此 日夜不停 这些零零总总的实验设备正在验证着一项发明 超导磁分离污水处理技术 要想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物理实验 实验员从架子上拿出一个锥形玻璃瓶 缓慢地注入了自来水 又拿出磁粉 将少量磁粉倒入水中 在我们的注视下 磁粉瞬间吞噬了水中的液体 玻璃瓶中的水变成了黑色 接着实验员拿出一块永磁体 贴近杯壁 然后慢慢移动 神奇的磁性现象产生了 通过清澈的水 我们可以看到 磁粉渐渐汇聚成了带状 仿佛宇宙中的尘埃粒子 突然被赋予了生命 水中的磁粉 随着瓶外的永磁体 不停流动舞蹈着 其实超导磁分离污水处理的原理 就可以从这小小的实验中得到解答 超导磁分离水处理的基本原理 它是一个通过一线在污水里 夹进一些磁种材料 和水中的没有磁性的污染物 进行结合 然后通过超导磁体 提供的比较强的磁场 给分离处理 它属于一种物理分离方法 不会对化尿造成二次污染 鱼在怎样的水质中无法生存 是什么让污水一秒变清澈 是什么让技术切实可行 科技之光正在为您播出 超导磁 让污水变清水 为了达到明显的分离效果 李来峰研究员将目光 放在了自己精通的超导技术上 随着超导技术的发展 采用超导材料绕制的超导磁体 可以获得更高强度的磁场 但是 众所周知 要实现超导磁体正常工作 零下200度以下的低温环境 是必要条件 传统技术中 往往采用低温液体冷却 如零下196度的液氮 以及零下269度的液氦 然而 低温液体的使用 限制了超导技术的大规模工业化应用 那有什么更好的替代者 来解决低温液体问题呢 答案是 低温制冷机 摆脱了对低温液体的依赖 使超导技术更容易实现工业化应用 实验员将煤化工废水样品取出 放在超导磁分离污水系统的入水端 又在出水端放置了一个空实验杯 加入磁种及相关药剂后 开启设备 机器开始高速运行起来 片刻净化后 出水端流出的水就已经清澈见底 接下来对印染废水样品进行处理 明显对比下 紫色的印染废水也已褪去颜色变得成澈 传统的这个污水处理呢 它是通过一个沉淀池 很大的一个沉淀池 要沉浆很长时间来进行分离 那么超导磁分离呢 我们是预先通过加一些 磁种材料进去 然后实现快速的分离 水虽然清澈了 但融入到水中的有害物质 是否也一并清除了呢 经过仪器测算 处理后的废水样品色度与浊度 也已明显下降 除了工业废水 更岌岌可危的是城市黑臭河水体 大片黑臭河如死水一潭存在于城市的角落 我们将城市黑臭河废水取样设置了两组水源 一组是未经处理的黑臭河废水 一组是经过超导磁分离后的清水 同时将两条金鱼放置到实验杯中 可以观察到 刚进入废水中的金鱼不能适应环境 在不停地向上游动 这是由于 废水中污染物的强烈刺激 造成严重的不适 金鱼极力地向从废水中挣脱出来 清水中的金鱼 却安然自在地呼吸游动 十分钟过后 废水中的金鱼已经放弃了挣扎 身体明显倾斜 停留在实验杯壁部 与清水中金鱼的悠然自得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实验杯中的水主要来源于 城市黑臭河 主要是由于生活污水 工业废水的直接过渡排放 导致水底发呆发臭 使水上市的使用功能 严重影响了身体环境 右侧黑臭黑臭的水 金鱼无法生存 发生了强烈反应 而左侧杯中的水经过处理之后 金鱼可以正当生存 通过金鱼生存实验的验证 未经处理的黑臭和废水 达不到生物对环境的要求 金鱼很快死去了 这些有害物质不仅毒害金鱼 如果与人类长期接触 也会对人体造成难以修复的伤害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了 癌症的高发与水污染 有着直接的关系 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发展 超导磁分离污水处理技术 已经成为现阶段较为先进的水污染治理技术之一 因为以往的一些大的污水处理 它需要占地面积非常大 甚至相当于几个水油厂那么大面积 那么超导磁分离污水处理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它处理的时间快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占地面积小 黄水变清水的黑臭和污水对比 紫水变清水的印染污水对比 黑水变清水的煤化污水对比 超导磁对主要污染物净化效果显著 针对污水中的悬浮物 纵量净化效果明显 可以同时有效地去除水体的异色异物 可以快速有效地改善城市水环境和面貌 缓解水环境压力 它占地面积非常小 可以实现快速的使用和部署 对于城市资源 土地资源紧缺是有很多的好处 那么它可以做成车载式的 那么对于一些突发的水污染事件 可以进行快速的部署和应急处理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谁不想念青青洋柳最夕阳的剪影 谁不向往 落英缤纷水缠缠的家园 谁又能抗拒青可见底 青树翠曼水光车的安逸环境